好我先把這個鑰匙呢給縮小 縮小完以後呢現在要完成的檔案呢是長這個樣子 所以我大概就要先做一個圓把它切割成兩半 所以我這邊呢先拉一個圓出來 那這個圓呢現在要用一個矩形把它切割成兩半 使用路徑管理員去做切割 切割完以後現在把這個圓呢放到最下面去 把多餘的部分呢現在刪除 多餘的部分呢是現在就是一個圓嘛跟一個那個 矩形啊所以你現在可以用白色的箭頭工具有加號的 去把這個不要的部分呢刪除 刪除以後現在因為都是黑色的所以現在要做一個處理啊 就是上下排序喔我們可以先把這一塊 整個先把它改成綠色 那綠色出不來的原因是因為顏色點兩下以後 你看到這邊呢是綠色 但是因為它其實在顏色視窗它其實有一個顏色的模式可以設 CMYK 原來是灰階嘛對不對 原來是灰階的要把它改成CMYK 所以把它改成CMYK之後就可以改成我要的真正的原來我要的顏色 好再來呢是現在呢要去裁切喔 我現在呢可以選這一塊下面這塊半圓跟鑰匙 再去做 入境管理員裡面的互相裁切這個動作 互相裁切 所以你互相裁切完以後呢你可以看 在這裡 這一塊 我要把它改成綠色 所以可以按I I是滴管 所以你可以吸上面的顏色 它就變綠色 然後呢這還是一樣用白色箭頭有加號的這個圖案 去選 下面這一塊 我可以把它轉成另外一個顏色 黑色 一樣按I 然後去吸顏色 它就變黑色 所以先選一塊 然後再按I切到滴管 去切換 那再來呢就是下面要定一圈黑色喔 所以你可能呢 這個圖層可以收起來 新增一個圖層 再拉一個圓 Altr去反正怎麼放 把這個圓畫完以後呢 墊在下面 那就做完了 那如果說呢 現在想要再做上面 剛剛在圓來的logo 這裡上面有這三個 三個黑色的方塊 可以直接畫出來以後 用旋轉工具呢 去旋轉 他的位置呢 可能在胎下面的位置 所以我必須要把它先調整 把它拉到上層 然後呢 然後呢 現在呢 要旋轉 可以切到旋轉工具 修改它的中心點 這邊呢 可以去旋轉它 加Ctrl Altr去複製 再旋轉 Ctrl Altr按著不放 複製 所以這樣就複製出來 那當然其實位置 還是可以再做一些微調 那如果說呢 其實你想要再把它弄得更好一點的話 其實還是可以在使用路徑 運管理員自己去做一些相加相減的一些動作 再把它調整更好 但其實只要是看起來 是你要的樣子 其實就可以了 即便它背後其實長的樣子可能是長這樣 跟實際看到的結果不一樣 那是沒有差別的 大概就是做完以後 把它檔案存起來 然後你可能就可以在 Adobe一系列的軟體裡面用 比如說你做剪輯啊 做 印刷 做 Photoshop的處理 反正這個檔案都可以互相交換 好 大概就是這樣子